每次国歌奏起的时候 我心里都感觉无比的自豪 那天在颁奖台上 看到国旗跟曲旗一起升起的时候 我内心的情感也很难表达 就是很开心 然后我就情不自禁的跟着唱起来了 内心十分的兴奋 在颁奖仪式结束之后 刘主席邀请我们中国香港队一起拍了一个合照 我觉得在奥运赛场上能留下一张这样的照片 十分珍贵 我们就是一家人 团团圆圆 整整齐齐的 一起为国争光 去年八月份的时候 很荣幸当选了全国青年委员 在参会的时候 接触了很多各行各业的优秀青年 我希望通过我在赛场上的拼搏精神 运动的正能量 能多感染身边的年轻人 其实我小时候去过天安门 但是这次在拿了奖牌之后 就特别再想去一次 特别是在早上可以观赏一次升旗仪式 我觉得一定是非常庄严 非常神圣的 也一定会让我内心更加有力量 从小我就去过很多省队 也去过中国国家队训练 我觉得中国乒乓球队是一个很优秀的集体 在他们身上我学习到很多东西 他们的团结一致 顽强拼搏的这种精神 深深地感染到我 同时我也非常感谢 在内地很多给予我帮助的教练和队员 对我意义非常大 我是一个中国人 这是不争的事实 也没什么好回避的 我爱国是因为我真真实实地感受到 祖国的强大和对我们的关怀 我能够做到的 我希望自己继续努力 通过更多的体育成绩 用运动的正能量 感染更多身边的年轻人 首先我要做好我自己 希望在体育的领域上面 争取更多的好成绩和荣誉 以这种运动的正能量 多感染身边的年轻人 另外希望更多的两地交流 让香港的年轻人 能亲身感受到祖国的强大 这样能让他们拖宽思路 开阔眼界 也寻找更多的发展机会 下期五毫 下期五毫 感谢观看